大家好,欢迎收看新一期视频。 讲真,每当和身边的小伙伴们聊到印度的时候,总能感觉到一些不太和善的语调。 虽然其中也有中意摩擦的关系,但有一点比较有趣的是,当我们在嘲笑别人的时候,别人或许也在背后嘲笑我们,世界上很多事都不是绝对的,所以话还是不能说太早。 打个简单的比方,再早个几十年中国在许多发达国家眼中,也是一个笑话。 至于其中打脸的过程就不用多说了,不过奇怪的是,印度在我们眼中是个相对贫穷落后的国家,但在印度人眼中,中国和印度的立场则是完全相反的,反而他们是站在社会发展的制高点上俯视我们,这种说法多少有些让人难以接受吧? 不过事实确实如此,其中虽然不乏有信息落后的原因,但要是真到印度稍微了解一下,小伙伴们就能明白这种迷之自信的出处了。 即使相对于穷人聚集的地方,印度一些农村的经济条件反而更好,其中比较典型的就是一个叫做海维巴扎的村子。 这个村子里并不存在什么先进的黑科技,相反科技水平还很落后,但这里的居民却几乎家家都是百万身家,这不仅在印度,就是放到国内也是非常少见的。 这个村子最明显的特点就是每家房顶上都有一架飞机,虽然不能飞,但这些飞机都有一个很美好的寓意,就是希望在外的游子们可以带着外面世界的知识回来建设家园。 好了,今天内容就到这里了,喜欢的小伙伴记得关注转发,评论点赞哦。